上过人榜的玩家细节到底有多细 这一期的话来看一下你和他的差距 这边没有撞好没关系 再轻轻调整角度 直接来一波无后遥救 飞轮防清刀没有 那么就选择卡位 然后再拉一个小回旋球 一波撞击 无伤的成功让队友转进版区 大家都很爽 你以为我只会玩前锋吗 不你错了 开门站直接个无后遥球 但是发现距离不够 那么怎么办 后撤 让监管挂人 同时无后遥球 立马扯下队友 球徒交电 赶进门口 此时爆发球还没有好 先往他脸上跑 拖延一下我们球的CD 球CD一毫 再来一波球 此时监管非常愁 把他打回来了 还是不够 怎么办 小女孩推了一波输液 你是不是想骂他小马孩 不你错了 他是在给我们拖延时间 爆发和飞来一起用 直接 救下球徒 开门站 三人 三跑 又是如此简单 你不会以为我只会玩机球手前锋吧 我还会牛仔哦 把盲女勾过来 这个时候帮助他转点 他晕住了 没关系 因为刚好下了一个板子 身位不够 没关系 给我再进行一个勾点 同时放在板子下面 这个时候监管再临 那么这种情况下 真的没有办法吗 不 利用飞轮 扛掉隐私的普通刀 毛女翻过去 不好意思 我也走了 开门站 地窖 坐在旁边 此时监管 反绕我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 记住 一定要学会骗 他骗我 同时 那我也要骗他 把他骗过来之后 完美较准 立马拉钩子 走向地窖 但此时再也迎来了 先往后侧 回一刀 再靠近地窖 打飞 没关系 爬起来 跳向地窖